我翻一下吗 鱼儿 翻 我 我想拍Vlo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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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 我是Vlog神技 不 你不是 不是 不是 我是 不是 我是 是 这是索尼今天新发布的RX0 Mark II 两周之前我收到了它 并且带着它去拍摄了一些画面 今天终于解禁了 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它的升级 参数方面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最明显的就是多了 翻转屏Vlog必备 我发现索尼现在玩起翻转屏好像是玩上映了 翻转屏 大家的钱包要做好准备 上一代只支持外露的4K RX0 Mark II可以支持内露了 至于防抖 有啦 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 它必须得通过手机APP去制作 这个我们一会儿具体再说 今天这期Vlog呢 我们只聊一个问题 就是它究竟能不能成为 新一代的Vlog神器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香港的西贡 对没有错 绝对没有通过 这个地方是香港的西贡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地理学的可能比较差吧 然后这边这一片海域呢 就是我们一会儿下午即将活动的地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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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呢 我们下午是要在这边做这个 独木钟 皮花亭 反正是一个东西 还要考一个证 然后说那个什么异星证书好像很难拿 里面有一个项目说是要 人把那个独木钟先弄翻 然后再翻到水里 然后再爬起来 还要再爬起来 所以是在多深的水域呢 深不深没关系 就今天有点冷 哈哈哈 我刚才下去试了一下 那个水超冰的 之后呢 哈喽把手擦在水里面翻船 啊 拍山下 手在旁边扫山下 嗯 结果他就离开了 他就会去船头或船尾等待救援 或者是他拉着船 连着桨 游泳回来 两个方法都可以 现在要去翻船了 我现在整个人都顾好了 非常的顾好 我带着相机翻下去吧 哈哈哈 好可怕 哈哈哈 我翻一下吧 哦 啊 可以 哈 哈 你蛮 big рет 刚刚的画面你能猜得出哪些是用微单相机拍的 哪些是用RX0 Mark II拍的吗 那么你再猜猜我现在拍摄的画面是用什么相机拍摄的呢 对的就是RX0 Mark II 很多人呢都喜欢把它当做是一台运动相机 但是苏哥认为这并不完全正确 因为它的本质还是一台画质为先的黑卡 1英寸的底呢加上横迪F4的光圈 等下24毫米的蔡司镜头 运动只能充其量算是其中的一个应用场景吧 我使用下来呢最大的感受还是画质 RX0的画质呢可以做到和α6400甚至HM3完美对接 加上它可以支持S-Log2 所以后期调色呢也非常的容易 可以很好的去保持画质的统一 我现在呢用的是4K在S-Log2模式下拍摄 和绝大多数的相机一样 4K的果冻效果呢仍然是存在的 不信你们看哦 诶诶诶诶我弯了没有 我是不是现在有点弯弯了吗 好吧 所以如果说你需要手持去拍摄一些4K的运动镜头 或者是走路镜头呢就 诶 那么4K内路可以干什么呢 两个字 延时 我的天哪 大家要睡了吧 照理吧 不然也要睡了吧 君当你来 你已经一样 我都 May I 都没有想到 决星 尼 formal 刚好说到翻转屏这个拍摄Vlog的第一标志 对于此呢 苏哥必须要说 有翻转屏和没有翻转屏 绝对是两个世界 对此不接受任何反驳 那么对于拍摄Vlog而言 第二大标志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麦克风 这么小的相机可以外接麦克风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好的 我们去实际场景体验一下 但是像这样人多吵杂风又大的地方呢 因为它不是指向性的麦克风 收音效果就会没有那么友好了 现在换上了外置麦克风 你觉得收音是不是好了很多呢 那你肯定马上就要说了 体积超级迷你 有翻转屏 有麦克风接口 菜丝镜头 黑卡画质 这简直就是Vlog神器啊 你是不是以为我马上就要说 Oh my God 买它 有了它 你就是Vlogger 但是我们人呢 就是不知足的 当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我们就开始追求更多的东西了 这么一点点小 电磁电量不够用的吧 没有机身防抖啊 这个 这个镜头不能换的呀 没有触摸屏 完全太小了 宝藏菜单我找不到啊 我现在呢 坐在电驴这边 电动摩滴之上 刚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X-082的防抖怎么样 这个风今天真的很大呀 索尼这次呢 终于良心发现 拐了个大弯 交出了防抖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台切电子防抖处理后的效果呢 还是可以的 加上防抖后 通过APP做一些简单的剪辑 立马就可以直接发朋友圈 微博装逼了 这个对于日常使用 或者手机剪辑的群体 应该算是非常贴心了 但是对于我们用电脑 剪辑Vlog的群体呢 就显得不太友好了 导入手机制作 再导入电脑 画质会有一些压缩 耗时呢也会比较久 所以那个话怎么说来着 甘着没有两头铁呢 不管怎么说吧 总之呢 也算是有防抖了 我一定要替大家伙问一下大法 咱什么时候可以把防抖 坐进机身呢 昨天我还在 说巴黎的天气真好 阴天拍出来 整个人都柔柔的 结果今天就风超级大 把我整个人吹得冬到西外 头都开始疼了 听说来巴黎旅游的最好季节 应该是在七八月份 八九月份这样子 如果你们要来巴黎玩呢 记得在那个季节再过来玩 可能会比较的 各方面都友好 天气也会更加暖和一些 好了 现在呢 跟着苏哥一块去巴黎圣母院 感受一下RX40 Mark II的暗光拍摄吧 不得不说现在的巴黎还是蛮冷的 其实现在已经将近七点钟了 但是天还没有完全黑 苏哥决定赶紧先赶回家去见片子 所以剩下的东西 我们回去再说吧 现在呢已经到家了 片子剪了一半 还有几点我想要补充一下 续航方面呢 像我今天出去拍了一下 我总共是用掉了三块电池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你要拿它去做日常Vlog拍摄呢 至少要背三到四块电池 才能比较踏实 镜头呢 你就不要指望换了 它只有一颗 等效24毫米 恒定光圈F4的镜头 但是对于日常拍摄Vlog 像这样的机位呢 还是足够用的 只要你的头不是太大 这样拍完全没有问题的 最近对焦距离呢 也从上一代的50厘米 升级到了20厘米 但是特写还是没有办法直接拍 当然了 机身有一个清晰影像缩放功能 可以无损画质放大两倍 数码变焦呢 最大可以放大四倍 凑合凑合 还是可以的 虽然说呢 大家都在吐槽 这个索尼的宝藏菜单 屏幕又不能触摸 然后找东西不是很容易找得到 但是我想说 如果你用习惯索尼的产品之后呢 还是很容易找到的 不行我找给你看啊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马上马上马上找到了 别说我能找到的 那么回答一下一开始的问题 它究竟是不是Vlog神器呢 我觉得不准确 依照我的使用习惯 还是差那么一两口气的 不足以取代 6400在我新洲的地位 在我看来呢 它虽然不能说是一台完美的Vlog相机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台非常优秀的Vlog背机 因为它呢 轻便小巧 防水防摔 所以它可以替你的主机位去 跋山涉水 掉落撞击 就像两周前苏哥去香港 又是皮划艇下海 又是要长途爬山 讲真啊 你就算让我带6400去 我都是不愿意的 臣妾做不到啊 对于我们Vlogger而言呢 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故事也不是器材 而是懒惰 经常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犹豫 哎呀今天有可能会下雨啊 要不然不带相机了吧 哎呀还有 苏哥这里啊 要帮我们女性Vlogger发一个声 自从开始拍Vlog 真的是没有办法去使用那些好看可爱的包包 比如说呢 你今天想背一个好看可爱的小包包出门 然后你看了一眼你的相机 就算你不背包 这个尺寸 装口袋 出门了 不管是打雷闪电刮风下雨 Vlog拍起来 最重要的是呢 它不仅仅是一个挡箭牌 还可以去完成很多主机位没有办法拍摄的视角 市面上呢 还有很多这样的便携相机 每一个都有它们的优缺点 你会选择哪一款作为你的Vlog背机呢 那么你是怎么看待RX-0 Mark II的呢 记得要留言告诉我哦 好了 那么今天的Vlog就这样了 苏姑姑不姑姑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